这一种牛色的菲律宾世界盗米研究所培育成功的莫高新品种 因为产量特别高,米的品质好 由家义农业改良厂在几年以前从菲律宾引进栽培推广 新年种植以后,派阳四十多天的稻株发生了业部枯萎的情形 或是稻株整个枯萎的严重情况 经过研究的结果,确定是稻基维管树被破坏 稻基维管树是水稻的血管,吸收营养,出现到业部的重要组织 这种状态在反省造作记录中还是第一次